黑龙江省大兴阿岭地区加社区四个,县级是一个,县两个,面积8.3万平方公里。 但是,大兴阿岭地区的人们要去地区所在地办事,必须进入内蒙古。 为啥?因为黑龙江省大兴阿岭地区公述所在地,位于内蒙古加格达齐。 在清末以前,东北就基本没有得到开发,大兴阿岭区荒芜人烟,但森林资源极为丰富。 1964年,国家要开发大兴阿岭北路,但当时大兴阿岭地区纯地理概念, 被行政区概念,分属内蒙古和黑龙江两省区,管理不方便。 有关方面就把黑龙江省黑河专区管辖的呼马县,内蒙古呼伦贝尔蒙的恶伦称自治齐, 以及梁盛区其他县区的一部分进过来,成立大兴阿岭会战区, 设立很多个连接公司,统一管理。 到了8月,大兴阿岭会战区华立变身,为大兴阿岭特区。 之前设立的邻区则未相振级,那么,这个地区到底该属于水管呢? 很简单,受大兴阿岭会战指挥部,内蒙古,黑龙江三方联合管辖。 随后,大兴阿岭连业局成立,和大兴阿岭特区是一套班子,两块牌子。 娇格达奇是内蒙古的地盘,怎么又成为黑龙江大兴阿岭地区所在地? 很简单,1964年,大兴阿岭地区会战的指挥部,就是在厄伦春旗的娇格达奇镇。 为了管理方便,娇格达奇镇的所有机构,全部和厄伦春旗说再见,行政上归会战指挥部管。 可是,面积以1587平方公里的加格达奇,被面积5.9万平方公里的厄伦春旗完全包围。 距离黑龙江有很长一段距离,而且,当时开发大兴安岭,所需要的工人,很多都是从黑龙江调过来的。 为了生活上的方便,工人家属也到了加格达奇,人是黑龙江的,但地盘却是内蒙古的,在管理上非常不便。 最好的办法,就是把加格达奇划入黑龙江省,那蒙古圈的厄伦春旗的地图上凭空出现一个大洞,给厄伦春旗会造成不便。 但国家意义为重,在国家的协调下,1966年4月,内蒙古同意把加格达奇让给黑龙江,但是,黑龙江得到的,只是加格达奇的使用权,加格达奇的地图依然是内蒙古的,而且黑龙江每年还要交给内蒙古一笔钱。 多少钱呢?一说是七百万元,形象的说,就像是黑龙江在内蒙古租了加格达奇,黑龙江有使用权,内蒙古有所有权。 加格达奇镇是在1970年,正式成为大兴阿岭特区行属所在地的,升级为加格达奇区。 大兴阿岭地区成立后,加格达奇依然是黑龙江生大兴阿岭地区的核心,虽然和本土被内蒙古隔开。 正外的加格达奇对黑龙江来说,无疑是一个聚宝盆,所有权不属于黑龙江,但使用权却是黑龙江的。 至于跨胜不太方便,在现在交通发达的情况下,这都不算什么大事。 不过,加格达奇在地理概念上,属于内蒙古呼伦贝尔蒙,呼茫对自己辖区内多了一个大洞也觉得不方便。 呼茫想生回虽然在本辖区内,却归黑龙江管理的加格达奇区和松岭区。 2004年11月,呼茫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内蒙古,要求自治区出面,协调加格达奇和松岭回归的事情。 呼茫有自己的理由,认为当初加格达奇和松岭化给黑龙江管理,是为了国家林业发展大局。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,大兴安岭地区,纯地利概念的林业发展已经成熟,不需要再把加格达奇和松岭化给黑龙江了。 还有一个理由,加格达奇和松岭的所有权本就属于内蒙古呼茫,现在呼茫不想在对外出租厂房了,收回不可以吗? 大不了不要租金就是,内蒙古的想法和呼茫一样,加格达奇这样美丽的城市,谁不想收回呢? 可是,黑龙江并不愿意归还,黑龙江也有自己的理由,将来早在1969年,不要说加格达奇了,就是整个呼伦贝尔盟,都从内蒙古化给黑龙江管理。 只不过在1979年,呼伦贝尔盟又回归内蒙古。 另外,黑龙江不愿意归还加格达奇和松岭的主要原因,将来当初无数黑龙江人,来到加格达奇进行开发,黑龙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,才把加格达奇建设成现在这个规模,几十年来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心血。 在黑龙江的城市中,加格达奇无疑是个奇特的存在,再加上加格达奇的人口主要是黑龙江人,生活习惯和心理认同也基本成型,将黑龙江毫无保留的归还加格达奇,还真有些舍不得。 还有就是,如果把加格达奇和松岭归还内蒙古,那达奇安岭地区形数坐在地,就要迁回黑龙江省内,这需要选址,地名变方,牵扯到很多层面。 对于加格达奇的归属问题,内蒙古和黑龙江,公叔公有理,婆叔婆有理,双方都有道理。 但这个问题牵扯面实在太大,还包括联业系统,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。 更多历史地理文章,请关注,地图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